2004年上映的功夫曾经创下港产片票房纪录 多年来影迷都十分期待逐集出现 但星爷近年已经淡出幕前 要再组这部经典似乎相当困难 不过近日功夫2就登上微博热手 内地网民风传功夫2定当2022年上映 周星驰不单担任导演和编剧 还会亲自演出做男主角 连豆瓣和猫眼电影等权威网站都出现功夫2的页面 不过今日下午有内地媒体向周星驰旗下电影公司 星辉海外有限公司方面求证 但对方就说假的全部都是谣言 瞬间令影迷期望破灭